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踩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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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穿马路撞汽车 半年碰瓷六起 是家里老哥的 上面有一二哥 二哥上面有一大哥 北京时间周五十二点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制进行时 驾驶机动车不小心碰到了行人 即使伤情不严重 也应该把伤者送往医院检查救治 同时报警 这是对彼此都负责的处理方式 但是很多司机怕麻烦 想着给对方赔点钱了事的 可恕不是这样的心态 会便宜那些存心碰瓷的人 这是2022年 检查官对他进行提讯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不配合 要么就是装傻冲愣 要么就是装成那种结巴的方式 但是我们在跟他说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这个 我们有监控 我们有行车记录仪的录像 他还是富于顽抗 不认罪 认罪态度非常的差 说起侯某也是个老江湖了 有过多次碰瓷的前科 最近一次是在2022年3月 因反敲诈勒索罪 被判处有机徒刑 2022年7月7日刑满释放 相比他碰瓷时的咄咄逼人 此时面对检察官的讯问 侯某却连一句完整的话 也说不上来 因为他在敲诈被害人的时候 说话是很流利的 包括跟人家讨假还假 包括跟人说 你是选择报警还是去医院 包括甚至到了被害人的车上 还在跟人家 说服人家说 你带我去医院 会很花费时间 所以说明显 他就是一种 就是诚心装出来的 这么一个说话方式 检察机关查明 2022年7月至12月间 侯某先后六次 以碰瓷的方式 制造被害人 驾驶车辆撞倒的假象 并向对方索要财物 其中四起 敲诈勒索被害人钱款 共计7600元 另外两起 遭到对方拒绝并报警 这个闲人一般就选择那种 这个机动车刚起步 速度很慢 或者说正在拐弯的时候 用自己的腿部去碰 机动车的前保险杠这种方式 然后就跟司机说 你撞到我了 你要么就得带我去医院检查 要么咱们就报警 为了节省你的时间 咱们就可以私了 而且一般情况下 他提出来的这个金额 也是看人下菜碟 比如说他要是炸出租车司机 然后他就要的金额比较少 比如说二三百 他有的时候要炸私家车 比如说看人家车也挺好的 他就要的钱比较多 都上千 有的是一千 甚至最多的一笔是五千块钱 封台检查院认为 被告人侯某多次敲诈勒索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74条 应当以敲诈勒索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那像这个嫌疑人 他有多次这样的前科 然后认罪态度又这么差 所以说在他量刑上 是会有所体现的 既是累犯又不认罪 我们是会给他从众处罚的 2023年4月27日 北京市封台区人民检察院 对侯某以涉嫌敲诈勒索罪 向封台法院提起公诉 在此也想提示 广大的司机朋友们 就是首先车上这个行车记录仪 其实是保护我们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记录 其次如果您在马路上 行驶的时候 碰上本案当中这样的嫌疑人 咱们可以选择报警处理 就不要私了 其实私了呢 就是损坏的是 您自己的这个利益 这起案件告诉我们 驾驶机动车一定要小心谨慎 更要遵纪守法 这波一辆小轿车 看见前面有民警设卡 就突然靠边停车 司机打开车门撒腿就跑 民警追出了50多米 才把司机带了回来 你跑什么呀 你跑 你跑着 是我们追到这里的了 大的驾报 你赶紧来 我叫通知啊 能够打他啊 我老公 这我和我儿子 我们全拿着 把我手都撅坏了 我也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然后您和孩子 感受伤了没有 用没有救护车呀 脸 我手 救护车不用了 行 我派你去了 然后您就一接 给警察电话 我刚才驾报了 就是被驾报是吧 你那个打车伤了吗 打了我的架子 还有在我身上 好嘞 我这儿拍警过 请稍微给你联系 你注意接听电话 在此警方提示大家 面对家庭暴力 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首先要保留好相关证据 比如说视频照片 或者就医诊断证明 其次要及时报警 寻求警方的帮助 最后也可以采取诉讼手段 追究施暴人的相关法律责任 按照我国的相关法规 禁止城镇居民 在农村购置宅基地 严禁为城镇居民 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 发放土地使用证 在北京市房山区斗电镇 一起涉及宅基地的官司 进入了执行程序 你怎么不说他呀 别动手 别动手 给他说什么呢 干嘛呢 你先别出去 别动手 我上前你都畅行不足 你咋不定了我 你得了 你这样是给的 你再讲法律 我再给你讲法律 你不讲法你试试 别说了 都别说了 近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 来到房山区斗电镇的一个村子 执行一起长达13年之久的宅基地纠纷案件 这起案件的起因 就是城镇居民刘某 非法购买了村民任某的 一处农村宅基地 那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卖那个宅基地呢 当时就是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 当时作为一个农民来说 手里没有钱 就是家里没店铺嘛 两个孩子小 居屋定所 你看老大跟老二两个孩子都在上学 你一个居屋定所 他的上学学校就没法解决 都是为了子女上学 2006年 刘某以两万七千元的价格 购买了任某的一处农村宅院 并签订了买卖协议 我们作为这个农村的人来讲 也不大推懂的这个政策 法律方面的这些知识 不大推懂 就是以后过了一二年以后 这个农村的这个发展变化就大 这么做是不对 不应该卖 这卖属于就违反了这个国家政策 您当时买这个房的时候 您知道自己是没有这个购买资格的吗 不知道 那个当时买房的时候 他就是和他卖的 他经过他托的人找不过 听说我要买房 后期呢我买了好房 到咱们量一下公证处公证的时候 人家不给公证 才知道这个买房的协议是不效的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 严格土地管理决定 明确规定 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 如果购买了应认定为无效 发现售卖宅基地违反规定 2007年 任某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因刘某不是村集体成员 无法获得宅基地使用权 法院支持了任某的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 刘某却拒绝返还房屋 还在涉案宅院内新建了房屋 当时法院判决了房屋让您腾退 您当时为什么没有腾退呢 中间有一个这样的插曲 我在腾退之前 不是找反诉吗 反诉就要接着就是评估 我申请这个评估呢 评的特别低 同样的地段 同一个村里 评估的价格不一样 后期我就撤诉了 因为也没拿到钱 所以说我也就没给他 因为刘某拒绝腾房 2010年 任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返还并腾退房屋 经审理 法院判决刘某将房屋腾退给任某 但刘某拒绝腾房 随即反诉任某要求赔偿损失 在判决生效后的13年里 当任某向法院申请执行腾退房屋时 刘某随即提出诉讼请求 要求赔偿损失 后有撤诉阻碍执行 导致这起案件九拖不决 双方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就地上屋的赔偿损失问题 未达成一支意见 同时他们对法院的评估结果 也一直在反复地提起异议 所以双方的矛盾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在不断地升级 然后冲突矛盾进一步的激化 2023年 刘某再次起诉任某 要求赔偿损失 法院审理后做出判决 要求任某赔偿刘某 因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造成的损失21万余元 随后刘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要求对涉案房屋进行腾退 随后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下 刘某腾退了房屋 任某支付了21万元的赔偿款 至此这起长达13年之久的 买卖农村宅基地纠纷案 终于得到了解决 近日北京市严庆区 依法处置了一起 自媒体用户 发布虚假信息案 5月12号 严庆区委网信办 接到群众举报 微信视频号账号 爱心阿峰 发布了一条视频 题为旅游碰到 黑心商家怎么办 内容是一名游客在景区 买到了天价矿泉水 并且遭受了言语威胁及冲突 视频内容疑似摆拍作假 拍摄地竟然在巴达岭长城景区内 视频已经发出 立刻受到了受贿广泛关注 点击量 转发量 持续攀升 经过调查 该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 恶意摆拍 造谣传谣 对巴达岭长城景区 乃至首都整体旅游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 目前涉案人员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最近在湖北襄阳一对夫妻吵架 丈夫觉得妻子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怀疑她吸毒了 妻子为了自证清白 主动接受民警检测 坚称自己没有吸过毒 那么经过检测 她至少在六个月内吸食过毒品 当天晚上 襄阳公安民警顺藤摸瓜 抓获了贩毒嫌疑人 前不久在云南昆明 一辆轿车由于雨天路面湿滑 发生了侧翻 坐在后排座的乘客 因为没有接安全带被甩出了车外 监控视频显示 这辆小车在快车道内行驶之弯道时 突然方向失控 发生了侧滑 旋转180度后 撞向了路边的山体 并发生翻滚 在此过程当中 后排座的乘客被甩到了车外 可能我们很多人觉得 我坐在后排座是用不着系安全带的 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 上车先系安全带 养成好习惯 确保自身安全 2018年 汤女士看中了一个项目 基金公司的工作人员承诺 这个项目保本保息 投资期限是一年 汤女士投入了100万元 可结果两年过去了 她只拿回了2万块钱 要求基金公司归还100万元的本金 和相应利润 朝阳法院认为 基金公司存在违约行为 应当退还汤女士100万元的本金 和相应的利息 基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她认为即便基金公司在旅行合同过程中 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 但是与汤女士的投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认为汤女士投资损失是一个市场的 一个风险造成的 听审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三个 基金公司在履行基金管理人义务中 是否履行谨慎勤勉的管理义务 基金公司是否应当对汤女士的投资损失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以及如何确定赔偿责任的范围 经审理 法院认为基金公司在这三方面 存在重大过错 经过听审 基金管理公司是只募集到了 2100亿万元 这个金额与他们向投资者披露的 收购协议中的金额 8000万元 差异是巨大的 严重不符 但是基金管理公司对金额的差异 以及后续合同的履行 都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 另外在基金合同的表述中 基金管理公司多次使用 企息 寄息 本金等表述 我们认为基金管理公司存在误导投资者 认为按设基金可以刚对的嫌疑 法官告诉记者 按照法律规定 在私募基金投资领域 管理人不能向投资者承诺 保本保收益 在基金合同中 出现如寄息 复息 以及本金等表述 是明显的违规操作 关于基金展期的问题 根据基金合同第四部分 第六条 对基金展期是有明确约定的 也就是在法律 以及基金合同 允许的范围内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 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对这个基金 是可以进行展期的 但是本案中 基金管理公司 没有经过投资人 汤女士的许可 直接以单方公告的形式 宣布了按设基金展期 所以我们认为 它这里是存在 一个违约行为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条规定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管理 运用基金财产 基金服务机构 从事基金服务活动 应当客进职守 履行诚实信用 谨慎勤勉的义务 最终 北京金融法院判定 基金公司在销售管理 信息披露等方面 存在重大过错 应当对汤女士的投资损失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对于基金管理公司 这方面来说 就是要诚实信用地 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在对投资者 进行销售的这个过程中 不能对投资者 进行一个保本保受 以及我们说的一个 钢队的一个承诺 这一点也是 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 资本市场 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截至2022年年底 中国注册股民数量 达2.2亿 占总人口的15% 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在全社会积极倡导理性投资文化 强化投资者保护意识 全面构建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新格局 2019年 中国证监会特别设立 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 5月15日 北京金融法院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 北京金融法院自2021年3月18日成立 到2023年3月31日 共受理案件16289件 其中设投资者保护相关民商事 行政和执行案件 共7651件 占全院总收案数的47% 大部分案件为证券侵权民事纠纷 金融委托理财合作纠纷 和营业信托纠纷案件 李彦宏副院长指出 设投资者保护案件 主要呈现三大特点 案件类型相对集中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 占比较高 案件涉及法律关系复杂 资管类案件真实法律关系 认定难度大 金融机构为尽适当性义务 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行为 占有一定数量 下一步我们北京金融法院 将通过我们公正高效的司法审判活动 充分地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充分发挥 我愿金融法治平台的协调联动作用 我们还要积极地延伸司法职能 充分开展投资者保护教育 通过我们的延伸法 我们的法治宣传 使广大金融投资者认识到 依法投资充分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性 做到理性投资 科学投资 依法维权 共同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做出贡献 接下来我们进入由北京灌领律师 寿所散除播出的法治热线 有纠纷找灌领 灌领律师专业负责 守望法治值得信赖 咨询电话400-8789-888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我发表了一篇《现代诗陕西》文章 文中引用了一组王某发表的诗歌 王某看到文章后 认为我未经他允许 擅自引用作品 侵犯了他的著作权 我想知道我的行为是否合法 完全合法 李先生的行为 并没有侵犯王某的著作权 为什么呢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 第24条的规定 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 或者说明某一问题 在作品中 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不构成侵权 而白案中 李先生为了评论王某的诗歌 而将他的作品 引用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 这是一种合理使用的行为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 在引用时 需要指明作者名称 或者姓名 作品名称 并且不得影响 该作品的正常使用 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曹先生的家在二楼 最近他们家楼下新开了一家餐厅 厨房及排气烟筒就在曹先生的卧室下面 产生的油烟全都吹进了曹先生家里 曹先生想咨询一下 他能够要求餐厅做出整改吗 我们来听周旭亮女士的解答 当然可以 为什么呢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不动产的乡邻权利人 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乡邻关系 而白岸中 虽然餐厅属于正常合法经营 但是 其在烹饪过程中 产生了较大的味道 并且通过排烟出口 直接排至小区庭院 加上餐厅的经营时间 食物味道的持续影响 以对曹先生 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 产生实质影响 这超出了一般人 容忍义务的合理限度 造成乡邻不动产权利人的 权力失衡 所以曹先生可以要求餐厅 停止侵害进行整改 而如果协商不成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或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投诉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 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 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 68429230 或者直接拨打96168 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在24小时内 与您联系 同时我们的节目 也在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 并可以随时回看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 尽在北京时间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便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